14号下午3点05分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第一个使团抵达台湾 走在最前面的是美国前参议员陶德 后面跟着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和阿弥陀吉 并由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美国在台协会IT处长林英杰前往街机 相关的防疫数据就跟我们以前的外交的泡泡的做法是一致的 因为当然是说非光泛 但是事实上是一个友好的官司 非官司的访问 那其实是一个正式的访问 那应该有外交的等同的待遇 陶德一行人代表拜登访台 15号上午10点蔡总统亲自接见 也将与台湾国安外交及国防高层会面 当晚举办宴会招待 直接达成台美高层对话 预计停留到16号 由于访台时机 正值中共辽宁号编队朝向太平洋航行 共急频繁绕台 这次的访台行程也让中共气得跳脚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老调重谈 称反对任何形势的台美之间的官方交往 还抢美国人要搞清楚是非曲直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则是声明 这次访团涵盖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自身政要 这显示台美之间的坚定友谊 也充分传达美国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